檢調人員進到公司 從保險櫃拿走證物 又到高科大系辦公室搜索 一旁穿著白色襯衫的男子 坐立南安不停踏步 因為他涉嫌將學校採購案 泄漏給親弟弟 白色襯衫的男子就是48歲 林姓資工系主任 也是前高科大總務長 他涉嫌將學校停車場管理系統 泄漏標案規格給親弟弟 土力超過1247萬元 還假借禪學合作名義 讓研究生當廉價勞工 為他們寫採購案程式 疑似運用在學校車牌辨識系統 導致系統故障頻繁 檢察官22號依違反貪污 治罪條例採購法 起訴林姓兄弟及理性校內專員 分別求刑16到18年 有期徒刑 以規格綁標 洩漏招標文件或評選委員名單 訂定不合理履約條件等方式 使該科技公司 獲得相關標案共計20件 合計兩人犯罪所得1247萬元 實際找到位在三名區 林姓教授弟弟開設的科技公司 詢問工作人員低調不用回應 官網上還可以看到校門的照片 就PO在上面 目前學校的車牌辨識系統 也持續運作中 高科大接連爆出爭議 7月份才被傳出有教授收錢幫學生寫論文 還有教授涉嫌違憲女博士生 現在又傳出教授貪污遭起訴 學校名聲蒙上隱隱 3D新聞連貫知成員高雄報導